說多兩件事 鄧炳強 鄧炳強今天見記者 竟然說香港的大刀會 持刀傷人情況未惡化 這個就是承襲著 你現在精神病 香港是越來越大問題 如果你說持刀傷人情況未惡化 因為它主要是講數據 我們頭五個月 傷人案比兩年前同期下跌 其實是少了人 我不清楚究竟它想做什麼比較 但是根據香港警務處所提供的 2023年1月到3月第一季 和2022年1月到3月 都是第一季的追案數字比較 總體罪案那些不要檢查 你只是看這個 傷人及嚴重偶打 其實它是升了22%的 那請你 鄧炳強 是否應該要解釋一下 就是這樣說 我們看到今年 可能它講數字 是沒錯的 因為它始終是保光局局長 它掌握的數據 它是離譜極有限 是啊 它也是官方 代表官方去說話 但是我覺得現在 那個問題也不是數據 如果它說是真的 跟兩年前或者這兩年比 是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為什麼 現在所謂大都會的案件 比起以前更加搶眼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的大都會新聞 去年主要是大都會新聞 去年是藍亞裔砍友 黑幫仇殺多 然後找人去砍 但是現在 我們知道的大都會新聞 就開始轉型 癲腦正轉 是了 變了癲腦正轉 就是白卡殺人事件 那這個其實 你說以前你說大都會那些 你說黑幫仇殺那些 你不做黑社會 就不關你的事 傳媒效應沒有那麼大 但如果你現在說白卡殺人事件 那就麻煩了 估計不到的 很多事 白卡殺人事件跟當時人沒有過節往來 他都可以對你一刀 估計不到的 所以傳媒效應就很大 那些人就很害怕 所以現在為什麼會更令人憂慮 現在就不是說你不是黑社會 以前說你大都會 你不是黑社會 就不關你的事 你不做黑社會 就不關你的事 家裏有人教兒子 還好教 你不做黑社會 就不會被人砍 現在不是的 你走出街 甚至行商場 去一個荷里活商場 都可以被人砍 這麼嚴重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他自己都說過去三年 每年錄得的 持刀商人案 介乎176宗至243宗 持刀商人案 主要涉及糾紛 一定是糾紛 廢話 和家庭暴力 較多出現在深水埗和油尖旺 如果你說較多出現在深水埗和油尖旺 通常這個就是階級問題 或者是貧窮問題 以及深水埗和油尖旺的地方 都是家裏 即使住屋環境比較密集的地方 是劏房 是劏房 日見夜見 很容易會有磨擦 其實不止 去年還是疫情期間 甚至是南亞裔老母 殺了她四個子女 這些大都會事件 其實都是反映到家庭悲劇 香港政府對少數族支持不足 消滅了公民社會 沒有社工探望他們 他們就要自己解決 自己解決就是解決自己的子女 然後他就說 當然有記者問他 你現在警察是否行不行必 怎麼搞 鄧炳強就說 以往 這個真是好笑 以往 警員較少在商場巡邏 避免被人說是炭冷氣 現在已經按需要 調配人手 加強在商場和交通會署 交通會署高調巡邏 這叫做頭痛衣 頭腳痛衣 首先說 你不在商場走避 就因為被人說是炭冷氣 你不要這麼搞笑 是因為商場裏本身已經有保安 不是因為炭冷氣 因為那個地方 都是叫做私人避荒 他有自己的保安 所以你不用走避 就不是說是炭冷氣 這個鄧炳強 再說一件事 例如19年 大把手足去那些 Pacific Place 入面換衣服 你那些警察想再進來 但整班 那些保安撲出來 就說 你重裝備進來不行 嚇到那些客人 那時候你不怕被人說 你炭冷氣 對 這真是好笑 而且現在都不怕 你現在都遇入無人之境 自容19年之後 哪個地方你不能進去 對不對 他就說 現在加強這個巡邏 比如交通單位 水警支援 軍裝警 刑徵人員要穿著警員背心巡邏 但是你現在說到那個結論 就說遲刀傷人情況未惡化 又說警方那個反罪惡 反罪惡的工作有效 大佬 即是兩方面 Vitter Boone說會是狗車炭冷氣 對呀 這個狗車炭冷氣 那張照片真的是 還要抬起頭 腳聲 這個不僅是夢中護國安 其實是夢中護治安 之前東方在國安公署睡覺的警察 夢中護國安 都問過一些在香港的朋友 他們說不是沒有警察巡邏 是多了很多警察巡邏 整班陳皓嵐 這樣的樣子巡來巡去 搞到街上很多人都不敢走 獨媒就拍了張照 七一的時候 你見到整班軍裝警 在蘇谷外面 大搖大擺走 然後你見到一個抱著兒子的女人 然後很害怕 好像在那裡走過 見到這班人都害怕 你針對一些所謂敏感日子 維穩就做得多 現在整班警察都走去維穩 不務正業 不務正業就是維穩 眾政治就輕慈安 甚至乎是疏於律己 搞到現在警察犯罪 現在就越來越窗截了 所以在Youtube 如果你找一個香港馬路奇觀 我記得其中一個香港馬路奇觀 我覺得很詫異 是什麼呢 就是話說有一個人 剪刮白線 讓後面的小車子拍到 然後那位警察 接著前面剪刮白線的那部車 然後再接著 拍到前面剪刮白線的那位 那位司機 然後用很禮貌的聲線 就去問後面拍到車鏡的那位司機 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就看到前面那部車就剪刮白線 我們會告他這個不小心駕駛 我想請問你願不願意拿你的那個車鏡 就去給我們做證據呢 這一段很溫柔的聲線 竟然成為香港馬路奇觀 你想想這幾年香港政府 那個形象 或者香港警察的那個形象 是多麼低落啊 那